圓景一轉彎就發現 白色轎車圍停路邊 沒關係 那就報上大名 駕駛自稱姓彭 但圓景照他說的名字 輸入電腦A 發現照片怎麼不一樣 這是同一人嗎 只是雷射又不是整形 駕駛似乎也發現 畫有破綻 回畫音量越來越小 態度急轉彎 儘管照片對不上很奇怪 那出生年月日 總不會出錯了吧 連自己的生日也搞不清楚 反覆改了兩次 還以為在猜謎 引起圓景高度懷疑 馬上帶他回警局 了解一下 嫌犯停車的位置 就在西門町商圈 也是捷運站出口 不少人會約在這邊上下車 就像這樣圍停 所以是警方取締的熱點之一 儘管地上有畫紅線 現場還能看到 幾輛小黃圍停等著載客 當時圓警就像平常一樣取締違規 但駕駛異常心虛還謊報身份 因為一查發現他其實姓猴 今年已經45歲 身上背了兩條傷害罪 被新北還有士林地檢署通緝 警方怎麼通知他就是不到案 結果這回228放假 晚上開車出門逛大街 因為圍停 就算找遍各種理由 還是栽在警方手裡 TVBS新聞 王金倫 烏雅 台北報導